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古不变 我要告个为生命喜悦 万无个宗帝的慈爱 哪里诉说你的恩典 我们谢谢主耶稣这么爱我们 这么疼我们 让我们有机会身体健康 可以每天早上都来聆听神的话语 我们一起地球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机会 可以谢谢你的话语 可以分享你的话语 求你恩典你不配的仆人 让你的话语明摆得可以讲出来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这个西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 圣经告诉我们说 就要保罗写信给西伯来的教会说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银采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弃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耶稣 或说仰望那将真到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着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十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冲的 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非心 所以亲爱的弟兄者妹 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知道 保罗告诉我们说 我们应该放下重担 重新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那基督徒的生涯 是我们人生的路程 有一个故事呢 就是有一个 这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名叫 丹姆寺的男孩子呢 他沿着美国西海岸 进行一次长达两千公里的 丹车的冒险之旅 他从华盛顿的州西雅图出处 一路向南骑到加州的圣地雅各 想要把自己的一些钱啊 这个 地坛啊 然后毛衣送给他 但是丹姆寺记者了 丹姆寺说 他越往南 骑车温度越高 需要开始呢 什么呢 抛弃了一些物品 此外 越接近目的地 他的体力就会越差 必须减轻 随身物品的重量 哇 这个故事呢 告诉了我们说 一个骑单车的 一个人啊 当他在他的路途中 要靠近目的地的时候 他会把他一些 不需要的衣服啊 这些都扔掉 那我们基督徒 的生活 还不是像丹姆寺的做法 一样吗 丹姆寺设奔 他设奔的明知 而且呢 他所做的呢 就好像 这个今天我们阅读的 他说什么呢 存心忍耐 奔纳摆在我们 前头的路程 然后呢 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耶稣 所以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耶稣呢 为了我们 而死在十家上 我们的耶稣 为了爱我们 然后呢 自己呢 受到了羞辱 受到了 惩罚 受到了什么呢 遭殃 他接受了什么呢 把他的生命摆上 给了我们 在这些人生中的路处中 我们需要放下 各样的重担 唾弃 容易 残累我们的罪 这个就是很 很容易讲啊 很容易念 但是做出来呢 是要一番忍耐 一番功夫 唾弃 容易 容易残累我们的罪 其实罪呢 是一种非常累的一件事情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我们很难再挽回了 这些我们已经曾经做错的事情 有一个人 他起了第二个太太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其实真正的太太呢 那就是第一任的太太 他说他后悔了 为了看到这个女孩子漂亮 身材 比他现任的太太还要更美 那当然了 他现第二任的太太是 小他二十岁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罪呢 是很累的 罪呢 让我们呢 没有什么呢 没有信心 罪让我们什么呢 后悔 罪让我们什么呢 欺骗 他就欺骗他的第一任太太啊 要出去办公啊 然后做事啊 干活啊 所以要出差 其实在外面就跟他一起鬼混 跟他第二太太鬼混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保罗告诉我们说 唾弃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放下各样的重担 耶稣说 来吧 我的耳很轻的 不要害怕 我会使你 轻松 明白你的人生 我们人生的 这个道路 我们奔跑的前途道路 我们要承来 拖下那些 不饶俗 心中砸小的重担 以及其他 缠累我们的罪 当我们把这些 拖下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 就会很轻松 如果没有耶稣的帮助 我们就无法 轻装上路 也不能好好的 奔跑人生的路程 愿我们定轻仰望 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中的耶稣 免得我们 疲倦 存悲心 我们要仰望他 爱他 顺服他 那么就看到 耶稣会带领我们 祝福我们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智慧 来面对我们人生的挑战 好 我们就继续祷告 亲爱的老爸父 谢谢你主耶稣 这么爱我们 感谢你 因你安排我们前面的道路 求你赐给我们智慧 和洞察力 严厌那些 试图纠正我们的罪 使我们能完美的 跑完人生的里程 遵用你的名 谢谢你 我们奉耶稣来面祷告 阿们 我要欣赏赞美的记忆 进入上帝的点中 我要欣赏赞美的记忆 进入上帝的点中 我们要欣赞美的记忆 进入上帝的点中 我们已赞美的记忆 来向你献上感谢的记忆 我们已欣赞美的记忆 把心上赞美的记忆 请不吝点赞美的记忆 请不吝点赞美的记忆